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命电视网 www.lifetv.org.tv 线上收看一起来 全球看见生命的地方 无时无刻与您生活在一起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 般若讲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来自权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向方向卡士们 向方向大家 向方向大家 dhamma māsāṅthātā māpāthī kūlā māpturā mīmāṁ bhagunā suvīdhātā dhamma mīmāṁ sādhā nātā mūpēmī yātā cedīnā maha palā māhu cātā susu cīsū purī sayu gēsū ātā cepugālā dhammā dāsāṅthē cātā mīmāṁ sādhā nātā mūpēmī cātā mūpēmī cātā mīmā pācātā mūpēm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满怨地藏王菩萨 慈悲如大海 菩提如高山 信心如阳光 智慧如虚空 忍辱如大地 精进如大风 功德如树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大海的慈悲心 禅 当然禅不见得是光打坐 禅就是保持专心 永远的心 就像我们的母亲对我们永远都爱护我们叫禅 因为佛法是一种心态 那不管是做各种的修行都是为了保持一个心态 那为什么你只要拜佛呢 因为不要拜自己 因为自己呢 这个自私是所有痛苦的开始 唯有没有自私的悲心 那才是我们生命快乐也造成别人快乐 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要透过各种方法来修行 比如说拜佛 那透过拜佛降服 骄傲 我慢 透过拜佛 对佛有绝对的感恩 就像一个人得癌症快死了 终于有人有药给他停止痛苦 所以我们永远感恩佛 感恩三宝 而且对佛菩萨有绝对的信心 感恩心 那礼拜诸佛更重要 跟下来 降服我慢 就是你不能有凸显自己 当然偏偏这个世间 大家很喜欢凸显自己 我皮肤比你白 我身材比你高 我车子比你好 我家里比你大 那事实上 这就是痛苦的因 因为你之后有一种我我我我我 所以我想各位看到出家师父 他们为什么要离框头啊 穿个出家的衣服呢 列着来 降服我慢 消除贪欲 因为我们很容易用衣服来表示我们爱漂亮啊 有欲望啊 用头发 来表现自己今天弄得比你好看 我就希望弄一个好看 或者会凸显自己的身份地位 当然这种世界有两种人是李光头的 一个是出家人 一个就是关在监狱的 啊 关在监狱的人不能讲身份地位的啊 当然我们要了解我们 学佛的目的 刚刚有念啊 慈悲如大海 也就是说各位 在家里拜佛 那首先你要升起一个慈悲心 那今天你为什么要来拜佛 为什么 因为来念一下 众生很苦 父母很苦 往往我们爸爸妈妈 生病的时候 哎呀你会很想赶快拜佛求观音菩萨 愿爸爸妈妈不要有一点痛苦 就算他要开刀 你也希望他减到最低的痛苦 那个时候我们才会知道我们自己没有用 今天整个巴弹岛的钱都是你的 这个房子都是你的 没有用 也帮助不了他 所以昨天我们去新加坡的老人院 安老院 三四百个老人 有一个有钱的老板 开车载我去 他白天开一部车 下午来载我 又换另外一部车 这样的人还知道他有钱啊 然后到了老人院进去以后啊 我就跟他说你看 白忙一场 什么意思 这里面的老人 过去什么身份都有 有印度人 有马来人 有新加坡人 也有有钱的 也有穷的 也有男生 有女生 最后呢 我说老板啊 干嘛 选一张床啊 以后换我们躺啊 等我们老的时候啊 他可能给我们放在那边啊 啊 那我们现在忙了这么大笔功夫 赚了这么多钱 不是白忙一场吗 当然我做一个比喻给他听了 他说突然有一次森林里面 有一只猴子 不知道树上掉了什么东西下来 他以为什么东西要咬呢 他就快跑 那那只猴子在跑的时候啊 兔子也跟着跑 狐狸也跟着跑 后来呢 连牛也跟着跑 老虎也跟着跑 大象也跟着跑 然后大家就一直跑一直跑 跑到最后有一个悬崖 不能跑了 再跑就死了 然后后面就问前面说 你干嘛跑 那前面就问前面 你干嘛跑 问到最前面那只猴子说 我也不知道啊 因为有东西啊 然后全部人就跑跑跑跑 我们从小读书啊 赚钱啊 买房子啊 结婚啊 生小孩啊 有地位啊 最后 死亡来了 癌症来了 痛苦 不知道为什么 那至少我们很聪明 聪明说 你看我争取这么多 但是面对这些生死的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在跑 儿子啊 好好读书 那你儿子问你说 爸爸 为什么叫我好好读书 因为大家都好好读书啊 这样以后才可以有用啊 他有用要干嘛 他有用就可以赚钱啊 人家看得起啊 所以曾经有一个老人快死了 快死了 他很有成就 他很有另外一个朋友 也很有力量来看他 哎呀你你你你 你赶快啊 好好好好 不要死啊 他就问他说 不要死我要干嘛 那 因为他们没有信仰 那现在要念什么也不知道 所以我想 有时候各位要去思维这个问题 好在我们很有福报啊 我们听闻佛法 所以我想我们必须 不断的去思维这个问题 好 当我们想清楚的时候 各位看看外面的人 忙啊 忙啊 忙着赚钱 有一块土地 各位看到外面那些动物 他们也在忙 忙着找东西吃 忙着安全 忙着交配 所以我们一句刚刚讲了 善师如母众 慈悲如大海 我们却想到 我们忙着老半天 终于知道我们错了 我们要离苦得乐 而且我们听闻佛法 我们知道怎么样的离苦得乐 但是他们都不知道 更重要的 当初我出家 是因为我 我爸爸妈妈 我妈妈生病 我父亲也脾气不好 我就一直讲 他们一辈子赚钱 忙啊忙啊 然后我们做儿女 能为他们做什么 现在老人家在生病了 我们能够替他生病吗 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们可能很孝顺 会发愿 愿我的寿命 妈妈 希望妈妈多活几年 有时候想一想 多活几年 对他真的是一种虐待 因为他已经在生病 很痛苦了 就像各位 一部车子已经不能开了 勉强人家开 真的很痛苦 所以在这一点 所以我的师父说 你好好的修学佛法 或是出家 对你父母 是一个孝顺 你可以消除他的痛苦 你可以累积福报给他 后来我又看了地藏本院经 父母亲 墮落地狱都可以超度了 都可以让他升天 何况我父母还活着 那个时候我就有点体悟了 我们以前都很自私 为了自己的成就事业 家庭名望 但是爸爸妈妈一天一天到晚 老了 我头发白了 走路不方便 吃饭也不方便 那我们反而成长了 所以想一想 自己很惭愧 所以那时候我观念就改变了 我就跟我过去的太太说 我不再为自己做事了 爸爸妈妈剩下 没几年了 我们能为他们做什么 就算你是最好的医生 给他最好吃的饭 给他最好的车子 对他都没有什么用 减低一点点痛苦 但是话要讲回来 哪一天他总会走的 那爸爸妈妈走了 能够为他做什么 就算他这辈子都没有生病 一点点病 最后走了 那再来呢怎么办 所以来念一下 一子得道 九旋七祖敬超生 如果你了解了真理佛法 那爸爸妈妈可以脱离痛苦 历代祖先可以脱离痛苦 所以各位要去想这个问题 刚刚在船上 来了我也在想 那我们来吃海禅师做什么 来这边观光吗 来这边 目的呢 要一直告诉自己 我来这边的目的 是为了慈悲啊 希望对对方 对有形无形 所以这两天要放生啊 等一下要超度啊 要有一点 帮助 如果没有帮助 如果没有帮助 那来 不知道做什么 所以各位有时候 你要一直去思维这个问题 不能 哦大家 刚才进来欢迎 你就忘了来干嘛 给你吃最好的 给你用最好的 招待你 然后你就忘了你要干嘛 所以你一直要去思维这个目的 而且强迫自己说 我来吃海禅师 我是为了慈悲 我明天去上班 我是为了慈悲 我不能有一点点 为了钱 为了某一种个人的目的 所以我去那边 这个叫修行 所以你看到佛像的时候 释迦摩尼佛为我们众生而成佛 成佛是很辛苦的 成了佛以后更辛苦 为什么 众生都是他心里面的父母 只要有一个众生在受苦 佛内心就不自在 就像你赚钱 你拥有全世界最多的钱 但是有一个人在贫穷 那你拥有钱没有用 佛成佛就是让所有人脱离痛苦 得到快乐 他自己没有所谓快不快乐 因为佛是安住在空性 今天是 念一下来 南摩大致文殊势利菩萨 今天是文殊菩萨成道日 成道了 什么叫道 他正的空性的成佛了 就像一个医生中医从博士毕业 他有正式的执照资格去医病人 所以 那我们今天要多念文殊菩萨 来自呢 多齐请文殊菩萨加持 更要去多思维 那文殊菩萨 他要我们怎么修行 我想文殊菩萨得到的道是什么 念下来 没有分别 很重要 所谓的道 就是没有分别 生病也好 健康也好 有钱也好 没钱也好 对他来讲 他只是一个现象 这样而已 所以地水火风 我们给他名字叫土地啊 叫火啊 叫水叫风 但是对一个得道的人来讲 他没有分别 他就知道怎么用它 怎么用它 白色的花 红色的花 树叶 对他来讲 是没有分别的 所谓没有分别 不是不理他 而是对他没有爱 也没有恨 也没有排斥 但是怎么样把它插得 刚刚好 庄严三宝 让大家欢喜 但是我们现在有分别 有分别就有痛苦 我喜欢这个 我不喜欢这个 我喜欢他对我好 如果他对我不好 我就很生气 那你就没有得到 那得到的人 好跟不好 生病 健康 生跟死 对他来讲是怎么运用他 释迦牟尼佛 我视线涅槃 八十岁涅槃 他要让众生知道说 生命是会死亡的 要体悟无常 要赶快精进修行 所以死亡来讲 就像他们在演戏给我们看 释迦牟尼佛总生下来 一直到出家 修苦行 成道 被毁谤 传播佛法 涅槃 他都在给我们演一场戏给我们看 他是利用什么样的境界 可以帮助别人觉醒 释迦牟尼佛过去是 视线 牺牲自己 用身体给老虎吃 用肉给老鹰吃 用各种的方法 那他把这个方法成为一种 一种教育 那我们学他的忍辱啊 慈悲啊 等等 那成道以后 各位你就可以去演戏了 今天有一个年轻人 很喜欢骑摩托车很骄傲 那一个菩萨 会视线另外一个年轻人 骑得更快 然后壮死在他面前 哇 因为 对他来讲是演一场戏 今天有一个男人很喜欢赌博 另外一个菩萨就会视线赌赌赌 赌到请家探场 乃至另外一个会视线赌到自杀 然后呢 让这个赌博的人去看 哇 那我以后会不会像他这样 我要去思考一下 所以做菩萨如果他怕死啊怕痛 他就没办法度众生 所以文殊菩萨视线做猪 文殊菩萨视线做贫穷的女人 文殊菩萨做各种的视线 那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看清楚这个世间的真相 不要执着 要有空性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那我认为赌海禅士非常静静静静静 最好里面都没人 看着外面 有山有土地 有阳光有大海 地水火风 所以每次到这边我做我就会想到 有海 哇 慈悲如大海 信心如阳光 智慧如虚空 要让自己保持在这样的心态 有这个心态干嘛 那我为印尼能够做什么 看过去新加坡能做什么 我为水里面的鱼能够做什么 我为天空的鸟能够做什么 因为我们是慈悲禅士 不是我们这一间盖好了做什么 是所有的一切 就算我要把它弄得很好 也是为了世界为了众生 那为往生者能做什么 为活者能够做什么 而不是说 一个位置 十万 我赚多了 一个牌位 红色的 一二三 一万两万三万 不能有这个想法 一切一切都是 当我们进来看到牌位 愿他们健康 愿他们发财 那么要是火 对不对 就是只有一个悲心 所以各位这个东西叫修行 修行你要降伏其心 什么叫降伏 不健康不正确的念头不能起来 要把它完全的降伏住 正确的应该的念头 要给它想 生起来 愿他们健康 愿他们发财 愿他们超度 愿他们离苦 最后将来都可以听闻佛法 要一直思维这个 看到花 愿众生忍辱 居家鲁花园 看到香 愿众生体悟无常 鼻观妙兰凉 多闻妙法 就像各位闻到香味里 那就是说 每一个众生听闻佛法 都叫闻到檀香一样的快乐 看到灯 愿众生有智慧 破无名 愿众生眼睛明亮 那你每一个 每一个给你看到 特别这么多佛像 等一下 愿众生 接成佛 我想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这个 那为了要成佛 希望所有众生都发菩提心 那自己有没有发菩提心 自己要时时刻刻 我做这个事情有没有符合菩提心 那就像我们从新加坡坐船来 你可能会坐到大船 坐小船 乃至碰到大风浪 乃至冷气坏掉 那个时候你 你都要随缘 为什么 我的目的是要去巴弹岛去放生 是要去慈悲 船坏掉 甚至你从巴弹 从新加坡坐到巴弹岛来 突然船沉吊死了 我是慈悲而死的 希望我的肉给鲨鱼吃 因为你还是怀着慈悲心 你不能说 这么倒霉 为了就放生 结果溺死了 那你会变成孤魂野鬼 你不甘愿 因为这个都是假的 既然要放生 我们等一下还要做吐司面包 丢在海里面 就干脆身体给他吃 不是快点 就是因为这一次的死亡 所以你累世的业障都消除了 为什么 因为你怀着慈悲心 怀着菩提心 因为我要帮助众生离苦 所以我一定要成佛 那为了要成佛 我不能有一点点的自私的想法 有这个自私我执 就是没有空性 没有文殊菩萨的智慧 我怎么成就佛呢 我怎么圆满菩提心呢 那我这样讲就是说 各位你要说 你做什么事情都这样想 都这样想 点一只香供一杯水 你都这样想 现在有小朋友在讲话 怨所有小朋友都在念佛 怨所有小朋友都在念佛 身体健康 你要一直转变你的念头 你不能说 那怎么一直讲话呢 那你会 那你会起心动念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你要随你的境界去改变 刚刚我在房间里面 我也要去思维 那我现在要做什么 我现在要想什么 我今天能做什么 能够为对方做什么 对对方真的有帮助的 等等等等 虽然我们做的不是很好 但是 你要一直尽力 这个叫什么 来 利益众生的思想 你要一直拿出来 这个利益众生的思想 那为什么要利益众生呢 等一下 来 感受众生的苦 你 这一点最重要 最最最重要 整个佛教的重点就是感受痛苦 感受到自己的痛苦 那你就想要解脱生死 感受到其他人或众生的痛苦 那你才有大慈悲心 怎么帮助他 但是如果你这两种痛苦都没有感受 那佛教对你只是一种依赖的信仰 拜拜 大家拜 大家来拜 但是呢 我们就得不到信仰的智慧 也得不到信仰的悲心 所以这位各位一定要一直转变念头 就像 现在前面有个大荧幕 有唱歌 有跳舞 有生老病死 也有佛陀 也有什么 但是他会让你乱 心里也乱 一下帅哥 一下美女 一下有穿衣服 一下没穿衣服 但是你的念头 不能被他转走 这个叫修行 这个叫禅 随时保持 知道他只是一个镜子 一个荧幕 他不是真的 这个叫空性 结果看到女人没穿衣服 看到男人在飙车 那你会慈悲 哇 他们好可怜 就是 世界就是这样 你随时了解他是空的 但是时时刻刻保持悲心 但是你不能跟他乱 这个挺一下 这个比较帅 我多看两眼 他家住哪里 我去找他 就像一个女人在追男朋友 一个男人 天天去找他 对妈妈都不好 对女孩子很好 对老爸没有很孝顺 对男朋友都很好 那这个就是你心里乱掉了 你去做不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各位听我这样讲 文殊菩萨的智慧 他就是 他必须用这种空性 悲心 一直去看待世间的一切 所以当起了不正确的想法 他要用剑把它斩除掉 所以文殊菩萨拿智慧剑 而且他这个剑是给大家看的 希望所有众生 看到文殊菩萨的剑 都生起智慧 捏下来 断除烦恼 要斩掉 所以有时候像我在路上走啊 然后前面一对男生女生 手牵手 那我就观想 我是文殊菩萨 希望他们手放开 要断掉 这是我的想法 但是他不见得 但是至少我要有这个想法 这个牵牵牵 你要牵 牵七八十年 牵到后来也不能一起死 这八十年的感情会让你痛苦死 这个情之一致真的是很可怜很苦 全世界最苦的就是情 各位这个想清楚啊 如果你要追求解脱啊 因为你不觉得感情是痛苦 那你就没有修行 观音菩萨 求啊 我老公对我好一点啊 好不好 这样 观音菩萨会答醒你的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那所谓智慧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要想清楚 就像有时候我在路边看到一个 十八岁的女生好漂亮 穿的好飞训 我会摇头 观想她变成八十一岁 她不知道怎么办 那那个时候她不知道怎么办 她不能接受自己的老病之王 所以那个时候虽然你不能跟她讲话 但是你要有这个念头回向给她 希望她的内心里面提早了解这个 利用她十八岁的健康 赶快来修行 这样可以 千万不要迷失在十八岁的漂亮 而浪费了人生难得 做人很难 因为你越执着就越越越越痛苦 这个危机意识她没有 然后呢明明痛苦一直来找她 所以各位我想 善师如母众就是说 你看到一个众生 听一下 众生就是众苦 众生就是众死 一个生命一存在就开始天天在痛苦 像各位如果年纪跟我一样 我快 我已经六十岁了 开始不行了 人就会感受到老人 所以那天有人在这样 海涛老法师 我说对很老了 很老 快完蛋了 她提醒你痛苦来了 不能像以前这样爬楼梯啊 爬山啊 不能再像以前像睡暖暖的 还是坐暖暖的沙发 腰不好了 吹冷气以后 奇怪啊 膝盖会痛呢 正常的老了 但是 谢谢她 谢谢她 这不是我的 谢谢她 提醒我 要赶快精进 提醒我 要赶快累积功德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那要有这种智慧的思考 所以我们进到寺庙来 是一种信仰 我们很好 但是透过这个信仰 我们要追求是什么 念一下来 智慧以慈悲 什么叫智慧呢 了解真相 对啊 真正是什么 那了解真相以后 再来 产生慈悲 对 对自己要慈悲 对众生要慈悲 因为真相 现在你是老板 现在你是美女 现在你是总统 又如何啊 那只是活在别人家的一种 称赞活在别人的眼中 活在别人的口中 那有什么意思 所以我经常被抱着毁谤 骂骂我 我都拿这个来修行 我在乎什么 我爱面子嘛 那就不好了 别人称赞你 你也不要高兴 别人毁谤你 侮辱你 你也没有什么好痛苦 因为内心要平静 那人才叫智慧 没有烦恼 所以等一下各位你下去 你的车子被喷漆了 被撞了一个洞 阿弥陀佛 这样就好 可以开回家就不错了 不能开就借别人的车 这个叫有智慧的没烦恼 那这些事情会不会发生 会哦 会哦 如果你没有准备好 今天你在这边 参加宝会很认真 电话打电话来 儿子被撞死了 阿 阿什么 阿弥陀佛 我 我不能接受 然后电话打来 不是你儿子 哦 好在 误会了 把男孩子死不了 就死好了 不是我儿子 那你太自私了 啊 问题是 这个小孩子被撞死了 你怎么去帮助他 趁这个机会 不然呢 他浪费了 18岁 骑摩托车撞死 如果他没有面对这个 他活到81岁 还不是造了更多恶业 借由他的意外死亡 让他体悟真理 告诉他轮回是痛苦 往生净土 也借这个机会跟他妈妈说 这个世间真相就是爱别离苦 不是你先走 就是他先走 你现在不能接受 那是你没有智慧 没准备好 那为什么你杀死小猪 为什么你杀死蚂蚁 那你可以杀死别人儿子 别人也可以找你 所以我想佛教的智慧 刚刚讲的看到真相 了解真相 所以各位你要去思维这个道理 你平常坐在那边 好在我坐着 哪一天我就坐着爬不起来 今天我们躺着还可以起床 你去老人院看看 他们都没办法起床 拿给他东西吃 也不知道吃什么了 他连想要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而且没有家里人来看他 我去老人院会觉得很可怜 很少家人去看他 我昨天去看四百个老人 大概有三个家人来 其他都没有来 然后我们现场准备很多玩具 我想说老人要玩具干嘛 那他们跟我说师父啊老人不要玩具 但是有玩具哦 他就会打电话给他儿子说 带你孙子来 阿嬷有准备玩具 不然孙子不来哦 可不可怜 可怜 可怜 他只想要看到他孙子 死了也甘愿 就像我妈妈一样 我出家了 那我儿子就不好意思来了 那我妈妈一年还要坐车去那边 看他一眼才回来 才甘愿 然后去看一下孙子 有时候他就骂我 你好狠 我说妈妈 你才狠 你不了解 因为你这样对他很苦 你也很苦 天天在你身边又怎么样 那我说妈妈 你要去想所有可怜的人 不要光想你孙子 那些鸡呀呀 那些孤魂也会好可怜 你在想孙子的时候 就赶快点一支香做烟供 嗡啊嗡啊嗡 你就不痛苦了 慈悲是最好的方法 好 来 我们现在 佛教最标准的 先供养三宝 然后呢 但是我们供养三宝 不是为自己 来 读一下 为父母 为祖先 为往生者 为所有众生 为六道友情 为印尼人 为马来人 为所有生命 所以要有慈悲心 不是为自己 为所有生命 希望他们得到福报 那这个才符合大悲心 如果你 你修福报是为了自己升天 当然可以升天 这是绝对的因果 但是这样就 不符合大乘佛教 功德就少一点点 各位要不要 最大的功德 要不要 你要用最圆满的心态 大悲心 菩提心 不自私的空性 那就是功德最大 所以我们也希望 这两天 此海禅士的法会 对整个世界 对地球 对法界都有帮助 好不好啊 那就很高兴 第三页 好 大家慈悲啊 各位念 来 虔诚齐请 佛法身三宝 诸佛菩萨 护法善神 降临法会 你只要很虔诚 齐请 佛菩萨一定来 请哪一尊哪一尊来 比电话还准 那我们请佛菩萨来干嘛 念一下来 我为父母祖先 六道友情 愿其离苦得乐 做大功德 各位 供一朵花的功德 没办法算了 那么大的功德 只给自己太自私了 你要 为所有蚂蚁 所有海里面的鱼 所有的人类 这正在受苦的地狱道 恶鬼道 愿他们得到福报 升天 所以各位常听我讲 念一下 谁有八德 供养十方福 消除恶业 六道清凉 恶鬼升天 水产离苦 众生消夜 人类得福 光一杯水就可以 所以经典说 用一杯水供佛 八万四千个鬼就升天了 何况我们今天要做大供养 香花灯土果 你要有那个信心跟悲心 你这样来做供养的时候 你会觉得太有意义了 太有意义了 就像你今天口袋的 一百块拿出去 可以救一百个老人不生病 你会觉得这种布施太有意义了 所以各位在家里每天都要虔诚的 做供养 做布施 点香 供灯 供花 供水 能够做几分算几分 但是你要知道 因为我们的存在 对他们太重要了 虽然他不认识你 他也不会跟你说谢谢 但是你要永远 关怀他 这个叫不离大悲心 不离大悲心 那我们累积这个福报 不为了什么 来 为臣佛道 普度众生 都不希望对方跟你说谢谢 如果今天你不吃十块 希望别人跟你谢谢 讲一根谢谢又剩下五块了 再讲一次剩下两块半了 那人就是 这柱子我出了 有没有贴我名字呢 那你功德就少了 因为你有执着了 所以要不为自己 为众生 那你这个功德 然后又回向给他们 力量很大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心 当然 大家跟我念一下 来 那么 密尼多 多佛丽 受哈 最主要是爸爸妈妈 因为你想到爸爸妈妈 最容易生起悲心的感受 然后以这个感受 平等对每一个生命 一只蚂蚁 一只被杀掉的鱼 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一样 希望他们得到这种 大供养的功德 特别今天 来 那么大致文殊势力菩萨 文殊菩萨得到成佛 是为了众生 不是为了他自己 所以他真实这么努力 碰现生命 终于有能力帮助众生 这是他最快乐的 好 首先我们要共香 今天你去一个房间 臭臭的 不舒服 不舒服 那我们要把 人有六根 各位养者很习惯 每个人眼睛都要看到最庄严的 每个人的耳朵都要闻到最香的 每个人的嘴巴都要吃到最好的 喝到最好的茶 所以各位 你一定要每天观想佛 我要把最好看的 最好听的 最好吃的 都供养佛 在缅甸人还有一个习惯 每天早上四点 他们叫我去排队 要替佛陀洗脸 刷牙 就像佛陀 就像自己最尊敬的父亲一样的 做功德 替佛陀扫地 很清清静静的 那我想我们修行 就是希望 每个人在你面前 每一个地方 你都努力了 让你 让整个世界的地板 都像这边这么亮 好不好 千万不要我们寺庙亮亮的 外面暗暗的 对不对 你走到哪里 都要让世界亮起来 快乐起来 修行不是光在佛堂 是把佛堂学的 用在别人身上 所以各位 对你的工人好一点 对你的隔壁好一点 用最好的方法帮助他们 那这个就是修行 你就没有浪费时间 所以我们用这个想法 把最好的香 来供养所有的佛 以这个最好的香的味道 布施道 地狱道 饿鬼道 他们就超度了 因为佛的加持 这个就是焉供 好 希望各位以后的家里 只要有客人来啦 都做好供养 好不好啊 甚至让客人来供养 过年到啦 来来来 我们来佛钱供养 这个就是生命最大的欢喜 现代人变了 现在看电视 玩手机才快乐 其他都不快乐 妈妈就离开了 信仰的生活 古时候最大的快乐 就是供养丧宝 对不对 每一个男生女生 穿的最庄严到寺庙来 因为我们要把自己也很庄严 所有也很庄严 哇 让佛菩萨高兴啊 让老和尚欢喜啊 这种虔诚的信仰很重要 就像各位女生去缅甸 哇 有人要出家了 老和尚生日 哇 整条街都很庄严 家家户户都快乐 那我想各位要开始从一个范围 去培养 而且什么叫福田医呢 病人最喜欢看到的就是穿白衣的衣服 医生来来看我病了 对不对 意思是说 每个人 你身上穿的东西 不要去凸显你的财富 地位啊 身材 我穿这个衣服是 我要服务你 家里有火灾的人 最喜欢看到的是 救火队的来了 所以我想我们出家人穿衣服 在家人穿衣服 他目的是 我是佛教徒 我是要来服务你的 部分你是天主教 回教 道教 没有宗教 我要来服务你的 牛最怕看到那个屠宰衣服要来了 牛最喜欢看到 亚伯萨看到我们带莲花 哇 这个要来救我的 放生团的 所以福田医的意思是说 你所穿的衣服 是要帮助别人 要帮助众生 你穿这种衣服 就像交通很乱的时候 我们最喜欢看到交通警察来了 对不对 有交通意外的时候 我们喜欢看到 要穿的警察衣服 要来维持秩序 那对我们大家有帮助 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 福田医 这个生前衣 它就是要服务众生的 而且隔几块 五块 七块 九块 二十五块 我要服务广大的众生 所以我要这个穿着 自己都不执着 就像穿了破的衣服 但是每一个都有意义的 好几块 要去帮助别人 那这一点我们要抓到这个共一的意思 好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 带着大家 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之居所 回古代印度列国时期 恒河以南最强盛的印度大国 摩羯托国的建都之处 山脉盘距丘陵棉更 王舍城 位于金比哈尔邦巴特纳县 四周多座高山为坪 王尘就坚固地坐落在众山围绕的盆地之中 佛陀时代的文化制度 归集着当代最昌盛的人文气息 山路风尘尘间 并含着世尊的尊尊教化 命运阿语 俨然化为一股净化社会的勤行力量 润泽众生 为往后成为说法重振而惦记 众生心里 借此开辟一片浩渺 得以真正驰骋于三千大千世界中 玄奘大师大唐西域记中记载 卫于新旧王舍尘间 有一大竹园 为当时长者加图兰所有 因其面见世尊后 文化升起尽信心 乃于竹园中搭建经社 并骑寝世尊其千余位出家弟子 至园中安居 故称为加兰陀竹园 世尊于此地七次安居 后华众生 如赤世经 佛说涡洲三美经 佛说光明童子因缘经等 印种种基说种种法 幻为佛弟子们宣说经要 这个地方非常出名 这个地方自古以来 以前很大 然后呢 是一个长者叫 江南陀长者的 私人的土地 然后这里面 以前都是这个竹子 竹子 所以叫 为什么叫竹林金社 然后这个地方在 我们佛教也很重要 这个地方是什么 来 第一个护生员 第一个护生员 这个土地 它的特点是 任何一个动物到这个土地来都不会被杀 第二个 所有的动物进到这里面来也不会互相杀来下去 所以这个地方有很大的架势 除了没有杀业也不会起男女的欲望 所以各位呢 来这个地方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 发愿生生世世不杀害动物好不好 可以和平相处 这也是我们护生员 第二个 各位等一下要记得捡一片 竹子回去 希望你进到竹林金社 没有男女的欲望 所以这个地方就成为 一千位比丘的第一个竹林金社 佛教在这边讲了很多很多的经历 清凉煮银间 洗洗微风拂过千翠绿地 一哄池水明彻如镜 妖宇禅明 险境 圈 利于修令 世尊教法的两位重要许传者 舍利佛与木间连 亦是与此竹林金社暗居初起 前来皈依 追随世尊 弘扬火法 第一个 你要发愿如佛的相导庄严 能够利益众生 更要发愿 比较像每一位 阿罗汉菩萨 这个世间只要有佛陀世线 他就要来皈依佛陀 乃至出家 乃至发菩提心 而且竹林金社 只要有佛陀 那你要视线在竹林金社 有些人做护法 有些人出家 有些人是当天人 在做护慈 所以愿每个人都要发这样的愿 来 愿生生世世 发菩提心 随佛出家 不退菩提 同臣佛道 广度众生 广度众生 南无清净法身 一如真阿佛 来到竹林金社 来到竹林金社 典诸佛加持 断除累世贪欲习气 断除累世杀生吃肉习气 圆满大悲 圆满大悲 利益众生 利益众生 同臣佛道 同臣佛道 各自发愿 如今 至此朝圣的人们 虔诚礼拜 唱颂 于如来之海中 观想的是千年前 三众们徒步脱波 进城的红化壮景 一年的 世时尊持续至今 从不间断地 大被发痕 风雨山林遥望无际 山蓝之间云雾飘渺 大地浩然 正气凝聚 临旧山 位于王舍城东北侧 落叶贯从的 旺石宝山 群里围绕 其中 一山顶岩石 心如鸠鸟 昂然斜跳 临山圣地 自此得名 临旧身上 红砖平台 世尊 在此地常年 驻留将法 临山会上 宣说 表情尽了意 旧尽圆满的 尿化硫化剂 是众生 至心幸乐 愿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佛朔无量寿金 给予一切友情 和平喜悦 直至佛果的 金光明 最神光明 最神王金等 众多著名榜药 大摩临山会上 佛菩萨 如今随着佛陀足迹 姿速四众 于说法天台前 双手隔石 立尽十方 山峰静烈 清秀依旧 空旷四周 环绕着 清玉山林 何许暖阳 洒在身上 荒影 柔可情境 众人口齐甚好 言说法台绕行 时至今日 海内外四众弟子 须以法之证件 为名灯 引领众人 照颇 更无名 一心祈愿 借由玉池 磨合眼葬 夏师幽民等 善行力 共圆善愿 临山圣会 炎然卫散 十几回望 遥想佛陀临山 顶上的时空 观自在菩萨 法音回荡不绝 勿然回首 铿枪正法之音 阿摩佛陀也 至尘理善不息 清爽微风吹佛 穿过旷野山岭 如今 人持续地披泽六道友情 引领众生 寻回心灵的五乡 护持功德书圣行 五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枉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摩赫波哲波罗蜜 优优独生 优优独生 优独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